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个月 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五表示 接近完成在乌克兰的第一阶段军事行动 将把重点转移到乌克兰东部 彻底解放敦巴斯 但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 这段期间俄罗斯军队大约有1万6千人死亡 这个信号表明在遭受重大损失 和地面战役陷入停滞的情况下 俄罗斯战略正在发生转变 在乌克兰地区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一个月后 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五找开新闻发布会 宣布行动第一阶段的所有主要目标基本完成 军事行动正按计划展开 俄罗斯国防部声称 乌克兰武装部队遭受严重损失 乌克兰空军和防空系统几乎完全被摧毁 海军已不复存在 乌克兰军队几乎没有了组织的储备力量 与此同时大部分顿巴斯地区已经被解放 而就下一阶段 俄军将集中力量解放顿巴斯地区 接着目前俄军封锁了乌克兰的一些主要城市 包括基辅、哈尔科夫、切尔尼哥夫、苏美等 赫尔松地区和扎波罗热 大部分地区在俄方完全控制之下 俄罗斯国防部还通报 自2月24日以来 俄罗斯已经有1351名军事人员死亡 3825人受伤 不过这项数据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反驳 并说到目前为止 俄罗斯已经损失了超过16000名士兵 两者的俄军阵争数字差距达10倍多 自然俄罗斯基说 由于俄罗斯军队死亡惊重 这证明乌克兰军队成功 遮治了俄罗斯军队 以致迫使克里姆林公考虑给他们谈判 有关政治方面的消息称 土耳其总统阿尔多安 与乌克兰总统进行了电话交谈 并表示他将与俄罗斯总统进行电话交谈 希望两国的谈判尽快达成共识